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过公园便可以到达目的地 最近我们连续来两次顺岗 才发现原来这里附近有很多地方值得去走 对面还有个加斯城 有时间真的要慢慢发掘一下这里附近 周市水产位于保能中心环球会商场五楼 一出电梯便会见到它的广告牌 商场天井位设计得非常漂亮 挂满了装饰灯 第一眼看着它就立刻被它吸引着 周市水产其实经常有网友提起 我们这次也是第一次过来试 美团单人餐人民币238元 用餐时间是两个钟 另外需要支付100元人民币按金 大家要留意餐厅平日中午两点就会休息 所以要吃足两个钟就一定要提早一点点到 星期六日中午就会全天候接待 食物区主要是分为海鲜、刺身、烧烤和铁板四个板块 一起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可以吃 整个餐厅的重点就是在这个活海鲜池 虽然它的面积不是很大 但见到它补货也很快 行过几次都见到它经常是满的 这一只就是澳洲淡水南龙虾 如果在京东买一斤都要100元左右 吃两只真的很快就回本了 看下这只龙虾多生满 不过大家都要小心点千万不要被它夹到 这里最大的优点就是保证新鲜 因为所有食物都是你自己选的 只要选一些生满大一点的 保证不会有错 看下这只虾全部都有活力 又肥美又大 等我待会要多吃几只先 顺便补充一下蛋白质 这个池还有蓝花蟹和三点蟹 看上去蟹都很大 想吃哪一只可以自己用心去选择 这里是任选择不生气 这只龙虾真的很脆 走如街竟然会自己回家 这只蟹都很好吃 上次我们去日本餐厅吃过千元的二人餐 都是吃这只龙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拿几只 千万不要走保 旁边阿叔都挺懂的 他拿了一个大的托款 特地选择最漂亮的龙虾和鲍鱼 看见他都拿了好几粒海螺 我们当然不乘书 但我们就比较斯文一点 我们就拿一只碟去装住它 龙虾、明虾、九字虾 还有南花蟹 全部都不放过 是不是被阿叔中狼死呢? 其实都是为了拍摄效果 那么多怎么吃得完 在活海鲜区店家也有提示 你捞它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落锅的时候要避免受伤 鲍鱼就在活海鲜旁边 职员就会把鲍鱼放在冰上 全部鲍鱼都是鲜活的 而且它体型都算多大 就算在街市买 估计也要10元一粒 海鲜区所有食物 都有个牌写着食物名称 和煮熟要多久的时间 橡白鲍 螺丝虾 阿根廷红虾 賴尿虾 九折虾 大鸣虾 蝦全部都很大 最少有15cm长 还有黄骨鱼 鲜鱿鱿鱼 海鲜 海鲜 鱼鱼 鱼鱼鱼很爽口 我自己很喜欢吃 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尝尝 海鲜区有一个很漂亮的九尾湖造型冰雕 是职员每日即时堆砌出来的 九尾湖前面有雪蟹腳 南花蟹 和三点蟹 蟹还是活的 不过因为温度太低 所以冬眠了 下锅的时候都会安全些 这里还有白爪鱼 蜜鱼仔 和鱷鱼肉 蜜鱼仔的口感爽脆 今次忘记了了 真的有点可惜 旁边还有中山脆弯 甲鱼 石斑鱼 和蛙蛙鱼 甲鱼我就不敢试了 但是石斑鱼 就强力推荐大家一定要试的 蛙蛙鱼看下去就和普通鱼好像差不多 但是它的名字就令人却步 有没有人试过呢 可不可以和我说它到底好不好味 再过多一点就是鸭血 午餐肉 大刀腰片 鲜猪脑 和脆脆毛肚 毛肚咬起来又是爽爽声的 好过瘾 真的要试一下 再过多一点就是赤背 带子 鲜活天鹅蛋 海鲜区后面还有一个是熟食区 酱料区和寿司区 蒲烧三文鱼寿司 芒果外上虾 紫色暖蚌 日式军南寿司 招牌肉松卷 寿司的摆盘都好美 不过它这次就不是我碟菜了 我当然要留肚子吃正东西 这个区域左边主要是日式鱼山清酒 右边是铁板烧和烤烤铝食物 包括我最喜欢的烤榴莲 去到走廊尽头就是蔬菜 饮品和甜品类 这里有很漂亮的金鲜鱼 黄熙鲜鱼 不极背 每一只碟上面都放了玫瑰花饭做装饰 真是猜不到 金鲜鱼都很厚肉 色质很漂亮 熙鲜鱼看上去真是令人口水都流出来 旁边有三文鱼 这里是烧烤区,有几个大型烤炉 这里的食物经常会换辛苦 所以要多走几次,以免错过了美食 刚才是天婦罗,烤腸,乳甲 但现在又变成鲁鱼,蛋撻,鸡翼和芝士蟹盖 主角终于出场了,一大盘金枕头 而且还是A级榴莲 看到师傅把榴莲一粒粒夹出来 我发现自己对手有点控制不住 真的很想放下手机,马上开餐 除了榴莲之外,烤烤区还有烤鲁鱼和烤原辈供应 铁板烤区也有很多美食供应 有铁板牛扒,鵝肝,煎鱼,煎鱼,煎鱼鱼 还有煎带子,鱿鱼和菲力羊扒 熟食区也有海鲜炒饭,香辣小龙虾,椒鹽辣尿虾 清蒸山蠔,椒鹽九折虾 另外有港式点心和两款老火汤 蔬菜区有面条,菇类和蔬菜供应 种类也有很多 接下来,所有男士都要注意 是水煮前男友,所以千万不要想分手 一分手就会变成前男友 会被人剥皮,看你够不够胆 做燕切牛肉,鲜鸭腸好过做水煮前男友 明不明 福袋,手搭牛肉丸,手工烤滑 烤滑都很好味,记得一定要拿来试 冰箱季有四种口味供应 偷偷地告诉你,非常好吃 我连续吃了三杯 冰箱季对面就是饮品季,生果季和蛋糕季 生果季里面就有铲,蹄子,番茄仔,芒果,青瓜,麦瓜,西瓜,白香果和火龙果 甜品季都有好几款蛋糕可以品尝 它有原味,有绿茶味,还有榴莲蛋糕 但大家想吃就一定要提早拿 因为蛋糕都非常唱烧 饮品季,饮品种类都很多 有椰汁,柠檬茶,橙汁,雪碧 还有科罗纳啤酒,梳打酒,白威啤酒,酸梅汤,哇哈哈丐奶,白香果汁 调味料区就有20多种调味料可以任君选择 我们就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去调配 我们就拿了橡拔庞,亚根廷红虾,鱼腸,俄罗斯雪蟹,鰻鱼,芝士焗蟹堡 还有罗斯虾,明虾,九折虾,蓝花蟹,鲍鱼 之后还拜托职员帮我们洗一洗海鲜 顺便处理一下鲍鱼 这样就可以吃得更加放湿了 第一轮我们已经拿了这么多食物了 龙虾机动力真的太好了 它居然在四处逃走 我捉完一只,另一只又转头不见了 连虾都在作反,噴到整个台面都湿了 最后我们决定要快刀斩烈麻 来一个一锅熟,一次过煮完它 煮熟了的鸭仔,看看它怎么飞 不好意思,说错了 是煮熟了的龙虾,看看它怎么走 等多几分钟就大功告成 那现在吃下其他东西 这个就是日式鲍鱼 我比较喜欢它的淡淡肉 再加上酱汁真的很棒 法式小羊扒都煎得很香 肥而不利,爱酥磊乱 是必食的美食 建议选择小一点 就可以留肚子吃多几款不同的食物 鵝肝配面包 鵝肝煎方比较多 所以要加一块面包 就可以降低它的油利感 味道都不错 如果面包切了那边 卖上就会感觉更好一点 在短短几分钟 所有食物都比较煮熟 是不是看得流口水呢 香煎完煤非常有咬口 很大隻,又很嫩 口感都不错 上面有鱼籽襯托 立即变得高贵了 最近吃了很多鲍鱼 真的越来越喜欢吃 它又嫩滑又淡口 真的很棒 鲨鱼腸煮3-5分钟就可以了 口感脆嫩 我自己真的很喜欢吃 强烈推荐 吃蟹脚,肉质鲜甜 整条蟹脚又是淡淡肉 如果这时候有一杯白葡萄酒 就更加正了 蟹蟹吃下去就有点麻烦 为了方便,直接用牙一咬就可以解决了它 沙白有个特质就是肉质比较硬 所以不要选择大隻 小时候去大鱼山挖沙白 越大隻就越难咬 所以真的印象很濕蝦 九折蝦肉质非常结实鲜甜 所以应该多吃几隻 看下蝦红薄薄,色澤多漂亮 看到别人流口水 刚才三晚无比的龙蝦 现在乖乖地躺在碟上 乖乖是有点麻烦 但是为了美食 麻烦一点又如何呢 当然要努力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成功了 澳洲淡水龙蝦不单只威武 肉汁都比小龙蝦更加甜 更加饱满 虾黄都很鲜甜 有点像蟹黄 南花蝦煮熟后就会变成红花蟹 不知为何这么快 蟹的肉质都很饱满 一般来说 南花蝦应该是十月到三月当做 但是现在已经四月尾了 蟹肉都非常饱满 而且味道鲜甜 真的不错 奶尿虾是挺好吃的 但是乖乖真的太麻烦了 今次也是自在一试 拿一只来试一下 现在一口一口肉就适合我了 正 哇,是很肥美的三文鱼 色质红韵 本来我不想吃生鱼 但是今次也拿几个来试一下 点一点芥末豉油 就可以更加好地把鲜味带出来 吃自助餐最大的目标是要回本 所以不要像我这样吃寿司 不过这块首先不知为什么 油真的挺好吃 不知可不可以外卖打包呢 香辣小龙虾本身是深圳的头号美食 有人可以一餐吃一斤 但是当它遇到澳洲南龙虾的时候 就会大大失色 我们都是自在一试 香香辣辣真的很好 海螺真的非常好吃 它的肉质是鲜味 吃下去口感很好 记得鲁肉最后的部分 是不可以吃的 一定要拿走它 海螺肉口感口实 鲜乱蛋口 每次去吃火锅 如果有牛排叶 我都会忍不住去点一份 今次当然也不例外 最喜欢就是吃下去口 嗦嗦嗦的那种感觉 虾滑又好正 吃了两次火锅 我都开始喜欢这种美食了 吃下去口 淡淡虾肉 又有很重胶质的感觉 这种芝士焗完背 真的非常邪恶 它面头那种芝士 真是好吃到不得了 而且吃一点就很容易爆肚 我多惊心苦才黑色 我多冲动 我只选了它的原背 就不吃它的芝士 为什么人世间最好吃的食物 要同一时间出现呢 有没有人知道 这种芝士在哪里有得买 我都要买点回家 团货 噔噔噔噔噔 今天的主角出场了 它就是泰国A级金枕头榴莲 是经过焗炉敲过的金枕头 这里的榴莲是无限畅食 而且全部都是很香甜软熟 我当然是尽量选一些大粒 咬一口 哇 你看多正 一阵浓郁又香甜的榴莲味 在口里散发出来 真是正到不得了 金枕头真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肉身好厚 那粒核又小小粒 真是超满足 偷偷地告诉你 我吃了四粒这么多 甜品我就选了榴莲千层蛋糕来吃 我本身都很喜欢吃这一只蛋糕 但是当你面前有金枕头的时候 榴莲千层蛋糕就会变得有少少失色 建议大家多吃两个榴莲 那这样就不要浪费个quota 雪糕也是我的最爱 虽然很饱 但是我吃了三杯这么多 我们今天真的吃得太多好东西了 饱到上心口 所以要再吃少少少生果 烧一下制 酸酸甜甜的真是很棒 椰子汁也挺好喝 茶可以用来解油泥 咖啡就拿来提神 今天是平日中午 餐厅11点多的时候已经坐满了人 生意非常火爆 非常受香港人和本地人的欢迎 环境都很美 座位舒适 餐厅中间就是食物区 所有座位都是围着食物区分割出来 几个小区域 所以就算差不多百到九成本 都不会觉得很多人 食物区的面积都比较大 就可以将人流分散开 所以拿食物的时候都觉得地方都很阔落 这里食材新鲜 性价比高 环境舒适 所以值得推介 这个位置就是五颠头影打造的海底餐厅 是这间餐厅最漂亮的座位 在里面吃饭就好像自身在海底那样 和鲜鱼一起吃饭 你看看多棒 在餐厅的最深处座位就最多 又有落地玻璃窗 裁光非常之好 拍摄当日感觉冷气供应都十分充足 吃饱饭 我们就去了附近的麦德龙超市走下街 由保能中心走去麦德龙 大概需要十分钟 七百米左右 这间麦德龙的面积是超级之大 是仓储式超市 还有很多特价货 由于片场的问题 我们也会做另外一条片详细介绍 记得看看吧 十分钟 五十八日 多少 就是 一大堆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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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容 有 挺 远